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针对亚裔族群的攻击事件大幅增加 因此南加州20多个亚裔社团 以及约14位民选官员 共同出席全球谴责歧视亚裔活动 线上记者会 要向白宫国会和司法机关发声 暴力事件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熟悉的朋友 甚至发生在我们亲人的身上 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和我 所以我们不能再沉默 我们必须让政府重视这个问题 积极找出立法对策 严惩犯罪分子 这一场硬仗我们不但要打 而且一定要团结起来 直到打赢为止 不仅如此 桥界更团结一致 向政界提出四大点要求 分别是保护亚裔人生及财产安全 禁止种族歧视 倡导种族互动和谐 以及立法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益 而出席的民选官员也承诺 正在积极推动立法有效保护亚裔居民 我们正在努力量 像《No Hate Act》 派出发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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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会同时呼吁赞美华人应该随时保持警戒 且在遇到危险时可以拿出手机拍摄自保 同时强调不要保持沉默 一有不对劲就应该立即通报警察单位 多云圣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